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彻底家徒四壁了 大家好久不见 这两三天都没做视频 因为实在是没有视频 不好意思啊 抱歉啊 同志们 然后明天我就走了 然后大家也看到那社区我发了已经拿到健康码了 然后当时拿到健康码是觉得好高兴啊 真的 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绿卡 真的是绿卡 小心后悔 哇天 我老后悔了 是吧 连夜打包跑路 回国加根啊 那个房子没卖 因为来不及 然后我就委托给那个经纪人租出去了 所以说屋子基本上藏空了 基本上藏空了 我把车都卖了 然后最近因为那个二手车的价格大涨 然后我那辆车基本上啊 我买了就第二辆车嘛 在这第二辆车用了两年 就等于没怎么花钱 没怎么花钱等于是 因为他那个二手车价格特别高 因为我那车是 是那个丰田的那个mini1那个serena嘛 然后就是很好卖 又是顶配的 家图四壁啦 同志们家图四壁啦 二手车为什么涨 第一个呢 是 啊 芯片短缺 然后疫情的这个 呃 疫情的影响 然后整个供应链断了 现在北美的丰田 呃 产能只有35%到40% 然后年初呃 四五月份订的车到现在基本上都拿不到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呃 通货膨胀的问题 然后二手车的价格就啪就飞下来了 然后我那个车买的时候是一个主薪 就是不到一年的呃 低公里输入了一辆车 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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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嘛 塞纳嘛 冬天塞纳嘛 然后开两年 基本上没怎么花钱 就比那个利子要合适 还划算 所以说直接就卖了 因为那个 因为现在的情况啊 基本上回国了 它就不可能是短期的 就是那个最近这个我所在的地方啊 就是阿尔伯塔省这疫情真的是哎呦 没法说 真的是没法说 然后呃 呃 这个这个 呃 就做决定很快 就是我做这个决定非常快 然后就开始收拾 这都家图四壁了 那行李都打好包了 明天就跑路了 是吧 连夜跑路 是吧 那个北美著名小粉红 五毛大号维俄连夜跑路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连夜跑路 是不是 为什么回国 想回去啊 想回去啊 这个 因为很多人啊 其实最近尤其这个 这一年啊 让我就是特别理解 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有很多 真的是不容易 就真的不容易 因为有太多的人 他的生活工作都绑在这边 就是说他想做出那个改变也改变不了 上次那个 就是怎么说呢 呃 一等于就被绑在这了 其实 像我这样的情况就还算是不错 就是可以去选择 呃 选择自己的 自己未来的生活 还是可以 还回嘛 呃 呃 不一定了 不一定 不一定了 我连车都卖了 哈哈 今天上午 然后这个过户的 因为我的车特别好卖 直接就挂在那个邻居群里嘛 然后就被邻居 就是这附近的小区的人 直接买走了 就是也是华人嘛 然后大家坐交接就完事了 然后我给了好多东西 孩子可能是要回国上学的 在这真的是没办法 这个 这个疫情太厉害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哎呀 对 对 我特别理解 就很多朋友说也想也想回 但是因为工作的问题 你想要毕竟你比如说你 呃 回国长时间的隔离 然后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 有可能工作 是吧 没有收入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肯定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说我也能 能理解大家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 呃 让大家好好的注意 防疫的问题 注意防疫问题 因为我所在这个省市加拿大最严重的 是最严重的 就已经到了那种 有点让人 愤怒的程度了 明白吗 真的是让人愤怒的程度 五统深发 五统深发太大了 带不走啊 真的是带不走啊 谢谢美国的朋友啊 谢谢美国的朋友 谢谢美国的朋友 谢谢啊 对 我在卡尔哥里啊 在在这个卡尔家里面 嗯 嗯 东山在 我 我东山没倒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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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就突然间觉得有一点小名气了 然后有时候上超市都能遇到都被人认出来 班上了 回国就继续 回国就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国内有很多人在等我 就是想见我什么的 然后也安排了很多的事情 正好也是很多年没回国了 因为我出来这四年四年多吧 没闲着特别忙 被吵架了 这不是那个连夜跑路吗 连夜跑路 连夜跑路 震惊 雷哥已经家徒四壁 电视棍没卖出去 电视棍没卖出去 这是在一楼 二楼更坑 全都是坑 这两天真的是累的不行 有点好辛苦的感觉 我老家是天津的 但是我现在可能先不回天津 我本来想从上海隔离之后 直接去苏州 因为我的姑姑和我爸爸 都在苏州那边做生意 然后我的妹妹要结婚 然后想去 但是现在情况下 就可能去不了 就可能去不了 所以说也有可能在上海会玩几天 隔离之后 然后在上海玩几天 然后带孩子可能去趟迪士尼 什么的 然后就回去了 有可能是这样 感谢 感谢这位朋友 CHF是什么 是哪个国家 等回国 别着急 别着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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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著名古墓派公知 这个 袁老师最近在天津的 现在天津 他是24 已经过去了 24到25号在 然后他第一站去那个西开教堂 然后我体验跟教区打好招呼了 他们应该没进去 对吧 雷哥这个能量还是可以的 我说了 我跟直接跟着本堂神父说的这事 我说他的情况是什么 我说现在的情况下 我觉得让他进教区是不太恰当 然后人就一直在谢谢我 瑞士法郎 谢谢 谢谢朋友 瑞士 谢谢欧洲的朋友 我应该就断更就这几天 应该 然后这几这两天都断更了 然后没办法 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说 今天就是收拾了很多 收拾之后 然后就 明天下午就走了 明天下午就走了 然后因为我要把房子都空出来 然后交给那个 交给那个房产中介 所以就没办法 这在哪 在家呀 在我的家里 收拾真干净 你没看多辛苦了 真的是挺辛苦 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 然后一定要也是要带走 然后 这个孩子一直一年 一年多一点了 然后都没去上学 从去年春假 就没去上学 然后都是有点感觉 孩子好像有点 那个社交恐惧症 就是很害怕见陌生人 这个是让家长会非常难受的 让家长会非常难受的 所以家具都没了 家图四壁 家图四壁 然后隔离的时候 我会 我会那个什么的 我会继续写稿 然后拍视频 看情况嘛 然后回上海会先隔离 隔离一段时间 感觉这个几年没回国 就会和国内会 感觉就会 怎么说呢 你等于就冻在那年了 冻在你离开中国那年 就是你对于各方面的 那个意识 然后你再回到中国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各方面的变化 会很大 真的是感觉会很大 对 我是让孩子都回去 然后咱们之前 有一个粉丝 就跟我同省的 他是把 他是把 太太和孩子都送回国了 然后他自己回来了 他就自己回来了 然后我现在 就是 卖了之后 然后换了好多钱 就是换换回那个什么 换回人民币 换了好多钱 就是卖的好多东西 然后包括卖车的钱 然后都换过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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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烈哈 家徒四壁了 这边更空 你知道吗 就是这我 因为 我才在 你能看到这个方向吗 然后反面更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从哪会回来 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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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真的是 你离开国家几年 就跟不上时代了 就是中国的变化是非常快 所以说之前 我一直也是在嘱咐 各位海外的华人 华侨 跑们 然后一定要两头压住 真的 就对于你们来说 一定要两头压住 我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在海外资产并不多 我就是一个房子 车 然后有一点保险 现金也很少 现金也很少 都是往回寄 基本上 搬的真空了 东西都卖了 都卖干净了 家具什么的 都卖了 都处理了 因为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一直 一直不太喜欢 买那种很贵的家具 然后我一般 就从宜家买东西 然后买 有一些东西 就是扔了也不心疼 然后有好多直接给朋友 然后你转二手的时候 也非常好卖 因为我觉得并没有 在国外 这几年 我并没有什么归属感 就是我 我并不觉得 我好像在这 我只是觉得是一个 就是旅居的 在海外 做一些生意 然后赚一些钱 然后 然后看一下海外的生活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没有那种 想在国外 做长期打算的那种准备 我觉得还是在国内好 因为 因为就是说 家里情况也不差 家里情况也不差 我感谢这位美国的朋友 感谢 就是大家 北美的朋友们 尤其北美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防疫 因为 从现在的情况看 然后秋冬 尤其这个冬天 是可能会比较难 然后那个 加拿大这边 下下周 就是 再过十天左右吧 会迎来一场大雪 会迎来一场大雪 然后那个时候 可能后面会有问题 这我肯定有国籍啊 我要没国籍 我拿不到绿码了 没有国籍 是拿不到绿码 然后关于这方面呢 我会 在隔离的时候 我会做一个回国的攻略 就会给你做的非常详细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 就是 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的 就是整个回国的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隔离期间出来 肯定的 我会啊 我会的 回国会那个什么的 就是 也就是坐飞机这个 我已经现在断更两天吧 然后坐飞机这两天会 会什么 其实这个月啊 我的更新频率已经降下来 大家也能看出来 基本上是两天更新一次 对吧 然后就是因为在收拾 在干各种各样的事 然后我跟我 我跟我太太说 我就是 我就说 我就说咱俩都庆哥俩了 是吧 来兄弟过来帮我一把 就是抬家具什么的 来兄弟帮我一把 哎呀我天 嗯 限电的事 现在是回来说一下 这个一个主要 关键是煤价的人 一个煤价 一个环保 环保的压力 就是问题会比较大 呃 现在其实北美的这个疫情 也是在 这个这个情况 这是谈谈谈 到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没事 我如果被猴起来 我相信挺多一定会救 对吧 最近不是说 有那个有些文章 咱们中国救的那些人 包括之前十几年前 有一个那个北大的小伙子 在伊拉克考古 然后不就被抓起来吗 后来也是救回来了 然后日本地震的时候 也是救回来了 很多人 你看在那个阿富汗的时候 就是在 嗯 就是整个整个这个改超换代之前 一个月 然后咱们把人接回来 所以说我还是相信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清空了 离谱 这个没卖出去 这个电视故事没卖出去 等到等到天津的时候吧 等到天津的时候 我我会发个帖子 或者怎么样 我会通知一下大家 然后可能咱们吃个饭 然后我会去很多地方 回到国内的时候 我会去很多地方 然后到时候我会提前做预告 然后当地的朋友们 然后回来 咱们就一块吃饭 好吗咱们一块吃饭聊一聊 是啊 我特别理解在海外的朋友们 就是大家就是也也想回国 但是情况不一样 而且现在的 这不是现在我看那个新的有一个消息 说冬奥会会就是 不让那个就是海外的观众 不对海外的观众 那个售票 是吧 那不就是房你的压力问题 房子没卖 因为太急了 我就反正委托给我 委托给经纪人了 然后经纪人他会处理的 就是他会先租出去 然后再说 然后我这房子是去年 去年买的 然后买完之后 这房价就 所以说这个 怎么说呢 当你有一个正能量新的时候 你做事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 知道吗 是不是买完这就开始就开始涨 现在虽然说往往往回掉了一点了 但是大概是赚了25% 就这个房子 就这房子 然后我的这个呃 就是丈母娘提前已经回去了 就已经解除解除隔离了 嗯 你看有时候在网上啊 很多人会说什么天理投赌什么样 但是你回到现实中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种事 就是没有人会说你 或怎么样 这种都是在网上 基本上有人 也有人带节奏啊 也有人带节奏 然后回头会跟那个 聚会 太惨了 那得早晨聚啊 早晨六点 是吧 大伙聚 大夫来 大见面 是吧 大夫来没有 没有包相 对吧 大家大伙怎么聊天啊 暂时肯定 呃 这个 呃 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白住 然后赚百元2个5 然后那个车也卖掉了 车卖的时候也是 基本上也也也没怎么亏 也没那么贵钱 因为我我基本上是挂的时候原价 就是原价 然后往下来一点 对大家都回国了 就是最近我发现 就现在回国的人 就是挺多的 我飞上海 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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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立即大家想回国的心情啊 我要从前来 这个提前做准备啊 因为我比较仓促 我是真的比较仓促 没有直飞 以前有直飞北京 以前可以直飞北京 从他人家里这儿 谢谢啊 谢谢 谢谢你啊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肯定的 我会继续拍片子的 所以说会继续的 然后这不是B站 现在不也在做吗 然后回去之后 可能会再看看 把那个头条什么的 慢慢的都给他做 煎饼果子 我自己会做 但是就是在天津啊 吃煎饼果子 他一般煎饼果 他旁边就是炸油条的 炸油条炸那果壁 就是薄脆嘛 北京要薄脆 炸果壁都会挨着 所以说做出来就特别好吃 真的是特别想这些东西啊 我这辈子 我他妈都不想再看见 那个披萨呀 汉堡这些东西 尤其最近啊 尤其最近就是因为收拾嘛 没有时间做饭 有时候就点外卖 打开那个外卖APP 我就恶心 炸鸡 披萨 汉堡 要不就是沙拉 哎呦我的天 真的是 我看这东西真的是要吐了 因为我住这附近 没有什么中餐馆 就是中餐馆有那种 就是那种 香港人啊什么的 做那种 就是北美式中餐 北美式中餐 那种都是甜的 炸的 就那种全是那种扣 然后真的是 我太想念我那天 那玉德来了 然后还有白脚圆什么的 以后等回国 就给大家展示猜戏啊 给大家展示猜戏 我在卡尔加里 在加拿大 对啊 回国过几年自由日子 先过几年自由日子 以后的事情再说 以后的事情再说 我这相当于搬了一次家 等到回国之后 还要再折腾一次 还要再折腾一次 差不多 知识饺子 那个不叫饺子 那基本上 我知道就是里面有 虎兜 泥的有什么东西 真的是 住家里 回到津津州 住家 但是他现在 现在你14天隔离结束之后 你是不能直接回家的 建议在上海再加期 因为在上海 上海整个的防疫工作来说 做的是非常好的 就是从整个的安排 流程什么的 会很好 现在的国内情况是 地方越小 就越严 回国之后肯定会更新的 他是地方越小越严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是 就是 就马上就要结婚的关系 然后回去之后呢 南方就回到 这个南方的家里了 南方就是 那男生就回到南方家里 然后那女生是 是东北那边 回去就继续隔离 他已经 已经十四加七了 但是回忆之后还要继续在隔离 这个没办法 就有些地方就是比较小 但是他就特别严 因为现在疫情 就是这个防疫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对于这个官员的考核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说真的是 那什么呢 我的专业是什么 回国好找工作吗 我好多年没上过班了 我一直都是自己做生意 做什么 感谢马来的朋友 感谢马来的朋友 然后感谢香港的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啊 不会断钢的 放心啊 感谢 感谢朋友们 恭喜累哥回国 这是哪 哪的货币 MY2是哪 现在累哥回国安顿好 给我们更新 和隔离世界 没问题的 我会把那个回国的规则做一下 会做一下 然后以后等到回之后呢 我可能会去 可能会上北京 去北京 我说去北京 是不是很多人 对吧 那种 吓死了 要离憋着家伙 就去北京了 是不是 然后去北京 然后可能会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个 海外的华人华侨 朋友们的 子女教育的问题 我会给大家就展开 讲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 比如说 我有一个 算是远房亲戚吧 他的孩子 就是 是 一直在这两个 国内的 教音乐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是 很好的一个路径 然后还有一些 很好 很好的一些路径 所以说我想做 做一些节目 然后 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这个 在北美的朋友们 在海外的朋友们 都算上 都算上 买房子送 那个太大了 武统师妈真带不过去 我回去找一个替代品 回去找个替代品 回去找一个替代品 谢谢啊 谢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一路平安 挺顺利的 昨天 昨天做的检测 就是抽血 然后还有那个烟柿子 差点没给我捅吐了 暂时不回来了 暂时都不会回来了 然后我想回国多过几年自由的日子 享受自由一下 回国享受自由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在国内的我的生活还是挺舒服的 这方面都是挺舒服的 而且好几年没见没见到我妈妈我爸爸了也是 好多年没见到 就出来多少年就没见到多少年 然后也出来算见见世面 安排挺好的 哎呀 那是当地还用旧的原则方 啊是啊 是啊 是 回国国离奇满了 前两个月尽量别到处走 对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说我不会 我不会那个什么的 所以说可能连那个 连苏州可能都去不了 我可能就不去苏州 感谢澳洲的朋友 感谢澳洲的朋友 谢谢大家的祝福啊 苏州本来要去 因为妹妹结婚 还弄的还挺盛大的 但是你想 刚刚从国外回来 你直接差婚礼去 有点不太妥 有点不太妥 算了吧 先别去了 就说你想 比如说外衣外衣串什么的姐 那就直接上去 那不受得了吗 那玩一想起来就受不了了 算了吧 就不去了 没办法 可能这个 表妹的婚礼参加不了了 房间那么空 对吧 震惊 那个北美著名四干五 连夜跑路 家徒四壁 连夜跑路 还没到呢 这不打完包吗 明天走 明天走 大家可能 可能刚进来 问推动 刚进来 穿 那不把人吓死穿隔离服 不行 还有孩子呢 算了吧 算了吧 再 呃 看看能不能在上海待两天 然后带孩子去去你玩两天 远程参加 在这放了iPad是吧 放一个平板电脑 呃 我在国外没什么资产 在国外没什么资产 因为我没打算 做厂规划在国外 就是旅居 就说实在就是旅居 出来建设市民 哎 哪个区 我是河北区的 河北的 河北区 河北河西 两边 两边住 谢谢澳洲的朋友啊 谢谢澳洲的朋友 啊 放心啊 我 我一定会抱 头儿 今天有人给我留言是吧 我说不用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我会自己抱的 我会自己抱的 接个文件 我肯定啊 我肯定 我如果就是 我肯定会去几个城市的 到时候 然后会提前做预告的 提前会告诉大家 卡掉了 卡掉了300个人 卡掉了300个人 啊 羡慕 卡了 我知道卡了 啊 放心 放心 我连车都卖掉了 我连车都卖了 我我那个车库都空了 太卡了是吧 哎呀 我那个路由 这个这个哎呦 路由器收起来了 啊 看看现在网络 差一格信号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 不是个好 没有桌子了 同志们 我现在没有桌子 肯定是卡了 因为卡掉了300个人呢 我看到了 哎那那那你就等一下 我去把那个路由器 我先插一下 稍微等一下 等等我个20秒 行吗 等我20秒 先把这遮一下 等我20秒啊 20秒 对 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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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我是17年 感谢观看 有时候他们,我看他们那个小闺蜜两个人打那个视频电话,然后那个小女孩还跟他那个说那个中文了,就是他也在,自己也在学,也在学,他用那个多灵国,用多灵国学中文,然后也能学一些皮毛出来,然后慢慢的在于T来,然后尤其咱们的华人,华人华侨朋友们,孩子这教育的,你就是中文的,你千万别就。 你丢了之后,你再过个五年十年,你会后悔的,你会非常非常后悔的,就这方面真的是一定一定不要,一定一定好好思考一下这事,未来在哪,未来在哪,你现在情况下是什么呢,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过就是未来经济这个问题,你看现在起来呢,加大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大家不要再大额大赏了, 我谢谢,谢谢您这位,这位加大朋友,这太多了,这个我何德何能啊,这个,我就是,这两天没更新吧,然后我收拾差不多了,之前我上来跟大家聊两句,所以说,呃,我谢谢大家,就大家千万不要大额大赏。 最近那个,咱们那个直播呀,我是实在抱歉,然后我没办法那个,做直播,然后现在那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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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的话,我也没看,我还没让一百多条留言,一百多条留言,然后因为那个我,我就是,呃,要回去嘛,然后我处理了 很多设备,然后包括那个老的那个手机什么的,然后他就直接这个这个这个吹印给那个苹果店了,然后就,就是换了一台那个小手机,这是那个迷你,就是,就是得拿这些老设备卖钱,然后可以换一台,然后当个那个,当个小备用机什么的,也,也还挺好的。 啊,然后他那个留言,我就放在这儿了,就那微信上放这儿,那个,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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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什么,就是,连线那个微信啊,呃,我就是,是我在用,是我在看,但是实在是,呃,最近没有时间,所以说你看那个直播咱们也停了,直播现在咱们也,也暂时先停了,等到那个过两天吧,过几天,过几天,等到隔离之后啊, 应该好多了,孩子多大了,大的是,呃,九岁了,小的是三岁,留了两个孩子,回国会继续做的,回国,回国这个,感,感谢各位老板们,你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咱,咱们不鼓励大不大少啊,他们真的是不鼓励啊,然后这个,谢谢啊,然后现在加拿大的情况是,这个,呃,嗯,疫情就,就, 就,就,就这样了,然后,非常热烈的搞各种选举,然后那个,那个阿帆的那民那会儿也来了,已经来了,来了,好像两批了已经,多快啊,是吧,哎,不容易啊,微信号有啊,我有微微微微信,什么呀,你说是公众号吗,公众号有,公众号有,公众号有,然后你看一下我那个视频下面会有一个,那个,那个,一间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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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下,嗯,对,我不是,他这,很,就是好多事,很多,很多的事,然后就每年都有新的事情,就没办法,啊,回去,我一直都挺想回去啊,就,然后就赶上疫情了,其实我等于是什么呢,呃,先两年多,等于过来两年多之后,不就,就是,赶上疫情了吗,然后就,彻底就没回去,嗯,就一下读的办法,没办法,嗯,挺难受的, 是啊,是啊,家国情怀是,很朴素的,就是咱们作为中国人,很朴素的情怀,然后我,我现在跟大家说啊,这个,刚才我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然后最近的通货膨胀不是特别的,呃,那个,那个,感谢这个香港的炮,但是那个,呃,请大家不要再大个打赏啊,行吗,就是,我,我心领了,我真的心领了,这个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北美的那个通货膨胀不是已经起来了吗,对吧,然后加拿大最近的通货膨胀也,也,也,也很,也很厉害,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您买食品的这个价格,然后包括肉类也,这些价格都在大涨,现在比较困难的是英国,英国那块就是说,严重的缺人手,然后,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然后,这个,图在场没有人,然后,超市没东西, 就这,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呃,美国那边呢,现在通,通胀是4点多,就很严重,然后加拿大带着现在也是4点多,跟美国完全是一样,因为经济基本上是绑定的嘛,所以说你能看到外面物价特别的高, 然后,你可能以前啊,包括像在加拿大的话,你去大本华啊,以前比如说买的话,差不多有个100多块钱能够,但现在就在200多,就这种一样,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要这样,而且你看那个,在那个Costco买东西,它那个份都小了,它有东西没涨价,但是它的份量下,下来,大概就去年,卖的那种,那个蓝莓,不是都这么大罐吗, 就这么大的一个,一个这个盒子吗,是吧,今年这都,都是别的,价格没变,量变成三分之一了,就是,怎么弄呢,你说像现在这种情况,然后从现在情况下,我会给大家做一个物价的对比,就是说国内的物价情况会做一个对比, 而其实现在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你的收入什么的,都没,就同样的收入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在国外是有收入的,然后你,然后拿到中国来,那个消费,或者以同样的价钱来说吧,你在中国可能买到东西会更多,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是你在国外啊,是你,尤其在北美,你买不着好东西了,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中间啊,是有一个贸易商的,明白吗,它中间有个贸易商,就是贸易商它会对于中国采购,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它不会采购好的东西,明白吗,它所以说你会看到有好多就是中国专门制造的,品质很低,价格很低的商品,然后由这些贸易商赚钱之后,然后输入到北美来了,包括就像你就看, 一元店的有很多很多东西,你那些东西你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就是你在国内那些高品质的东西,包括像那个小米的啊,花梅的啊,什么这种,就带一点品,或者说那个,像,啊,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网民严选啊,什么,什么那个, 名创优品啊,就类似于那种,因为现在国内有好多东西的品质慢慢都上来了,都提上来了,但是那些东西由于这个,由于它这个中间商的问题啊,它是要赚,要赚钱的,所以说它不会进那些好的东西,你在这儿可能花同样的钱,买到东西并不是那么好了,当然这不包括那些那个什么,比如说你买个,买个带分析神器啊,什么这些东西, 因为它是有品牌的嘛,对吧,有品牌这种,买这么东西是没有,是都是正常,但是大量的东西的,你花同样的钱,但是你买不到,比国内好的品质,咱举个最简单立的,饮水机,饮水机你从Casco买一个的话,是200多刀一个,200多刀一个,就是咱们国内200块人民币的那个,就这种情况,然后感谢这位日本的朋友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但是那个请不要再大的打赏了,我心灵了,我非常的感谢大家,这个无以为报,无以为报,无以为报,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认可 啊,对,这个现在的物价的确是很便宜,因为现在啊,我会,呃,最近特别喜欢研究什么的,就是国内有好多是贴盘生产的,明白吗,就是说,比如这个地方,这个厂家上做肉苦做特别好, 然后比如就会有一些那个快销品牌去找个贴盘,像什么三只松鼠啊,什么李子七眼那些牌子,就类似于那种牌子嘛,他就是不生产这个东西,但是他是委托他生产,然后贴一个盘,呃,价格会很高,价格就会高出很多,但是其实东西还是一样东西,但是这个厂家,他本身在网上也有自己的店,明白吗,所以说,如果说你研究一下, 其实你在国内生活是,成本是并不高的,就尤其在这些东西,在使用东西这块品,呃,就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成本,但你就,我就感觉是在国外,你就买不着什么太好的东西, 尤其是这种小家电类的东西,因为小家电类啊,或者这些东西,呃,日用,日用的这些东西来说呢,你可能花钱,呃,很多,但是那个品质还没有,没有国内好,就是因为他那个钱,大头例如让中年商赚走了,是吧,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以后这种情况还会再加剧的,所以说,建议在海外房门,一定要配置人民币的资产, 哪怕就是说你把钱慢慢的也要,也要这个在国内存钱,然后还有一个在,呃,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国内房价的问题,国内房价的问题,在好像现在在那个广州啊,在一些城市开始什么的,开始那个,这个,呃,他搞了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执导家,他其实就不让你,就是让那个,呃,房屋的使用,就是使用性质, 再回到他的那个原本的这个,这样,就是说,比如说他已经生了很多了,在以前生很多,但是就是给你这个通过执导家,就慢慢给你压下去了,所以说海外的,比如海外的朋友以后,比如说,比如说,回流的话,买房子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当然这个大城市的话,家里还是,本身还是大,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对吧,你看那个,在加拿大也是多伦多, 然后,像多伦多的房子,你看就是贵,是吧,他就是贵,然后温哥华也是贵,是吧,多伦多那个贵,就是贵的那种,因为那边工作机会多嘛,然后人,人口也非常多,他房子自然就贵,这个哪都一样,明白吗,像以后比如说,很多房子比如回流什么的,你可能买房子也不是一件难事儿,你看我本来呀,是要回去之后,我要再买一个房子了, 但是呢,看了一下就不买了,因为买了之后,大概率就砸在你的手里,就是它的流动性很差,现在流动性很差,对,所以说你手里要保证流动性,就是说你有充足的这个流动性资金,是很好的一个,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明白吗,中国也一定是这个,对,你比如说你要是老家的,比如说老家的, 或者小小城市,或者你选一个城市,去定居的话,然后你只要不选那个上海啊,北京啊什么,深圳啊,这些地方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就可以去那个,去那什么的,你包括,比如说你在北京的话,你别买市区的呀,是吧,那个廊房啊什么的,就是,就再往外一点,那层住的情况会,条件会更好,就是说,以后啊,就像国内那种老破小那种房子, 可能就没有什么价格,也没有什么价格的那种,而且那种拆迁暴富的情况,也会,也基本上没了,也基本上没了,是吧,在有时候还行啊,就是国内生活,你安排好啊,还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呃,对,现在我看天津这块,对于学习吗,所以说我就跟大家就说这个事儿呢,我刚才不是说嘛,我要给大家就是,呃,专门做节目,因为我想详谈,我不想就是说直播的时候就好,就是,简单的说一说,我想详谈这件事儿,因为对于海外华人华教旁门,比如说以后你们,可能要规划,要回,要回流的话, 教育这块是有一个大礼包的,我会把这个大礼包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行吧,就隔离期间我会做这些事儿啊, 哎,行吧,咱们差不多了吧,房子现在的确在国内开始变成,真正变成住的房子了, 你,然后你看这个情况就是啊,就是这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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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学习房没之前卷了,没错,就是全变了,我没,我也,我真的没想到,然后我出来这几年,就是各方面变化这么大,真的是变化这么大,就让我没想到的事情, 回来之后,对,回去我会,我会安排的,包括那个国内的一些朋友们,我会,比如我去哪的话,会提前发一个预告,发预告之后,然后可能找一些那个朋友们,然后看看是有空,大家可以吃个饭,好吗,对,我回,我回国会做这个工作的,我回国会做这个工作,放心啊,就这个回国这教育大礼包这事儿, 我会给大家讲,就是很多很多的,很好的条件,知道吗,未来有可能会,有可能会变,但是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就是不会有特别大的突如,好吗,震惊,知名粉红连夜跑路,为哪班,行,明天上那个,上那个哪儿,上那个三立报道, 放心啊,我会抱的,我会抱一个团,我会抱的,放心啊,我会做出很有意思的节目,咱们这个,这个频道的节目进入第二季,回国之后进入到第二季了,好吗, 公立中学还是就近读书,上公立,上公立,上公立,因为那个我们还,我们就是这个户口,孩子户口所在的地方正好是,就是河西区的,他一类,一类小学,就是很好,本身的公立学校就不错,那直接就去上公立一下, 这么一个情况啊,对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你别,你别再指望着靠房地产能,能赚钱,或者不能,这个资产增值什么,这个事儿就永远过去了,所以说认清现实啊,这个,其实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海外的华人华交换,未来,比如说你要安排到回流,有些孩子大了之后,孩子大了之后,你就安排回流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儿, 房子回归本身的居住属性,对大家都是好事儿,明白吗,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儿啊, 加拿大疫情,不行啊,就是这儿现在都已经想把那个病人转去哪儿,在加拿大有东西太贵了,我就在那哪儿那个买的,就是homesense,如果在加拿大跑,你们可以去看,就跟那个winners是一个公司的,它专门卖各种家具用品,都是里面打折嘛, 就是相当于跟淘宝店是哪儿,房子没卖,房子没卖,来不及,就是收拾好了租出去,然后交给那个,那个那个什么,房产经纪了,委托给房产经纪了, 我看见了,他不不受票,因为这是防疫的问题,但是记者什么,那是可以进来,记者会讲,他就是跟那个什么样,你看那个东京奥运会,没有那个观众,是吧,都一样,现在情况下特殊情况,特使,这个没办法,现在情况就比较特殊啊,他这个,就是这样的, 回国中文能跟得上吗,一上来可能会有点,稍微有点跟不上,但是慢慢的也免贴,然后在隔离期间,我会再给他补服的,然后最近也是一直在给他补服,然后让他去看书什么的,我建议就是说什么的, 就是拼学会之后啊,然后有一些简单的东西啊,就是基本上的认字,你就认个几百个字之后,慢慢给他借阅读,就是有那种带拼音的那种书,带着他去读,就是要课文,最好是那种儿童百科类的东西,就是儿童的那种百科,小百科就是, 一个试点可能就是两小页,他那个图片占一半,上面有字,但是在拼的,然后鼓励孩子读那个,不认字,然后多写几遍,多读几遍, 你有这样的那个,效率全是非常高的,就是认字的效率,因为孩子学动力非常非常快,所以说我只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让孩子丢掉中文,千万千万别做,孩子入籍吗?没有啊,你看我能拿到绿码,我肯定没入啊,但是,这个,我回头会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家那个小,那个小女儿的情况,我会专门谈一下,因为这东西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回头慢慢,一个一个视频来做吧,回家的,小字姐你好,你好,你好,好久没见,要收了,要收播了,然后,已经播了一个小时了,为何突然会我,坐随机,我是,我一定会小心的,一定会小心的,北京我肯定会去的,北京我肯定会去的,放心, 肯定会去的 这个,给我祝福的朋友,然后打赏的朋友们,我都记在心里了,谢谢大家,好吗,然后,那咱们就,中国见,好不好,咱们在中国见,然后不见不散,好吗,也祝大家都平安,那咱们就到这儿了啊,拜拜,再见,加拿大再见,或者再也不见,哈哈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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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再见。 谢谢